每個人都是從懵懂無知的嬰兒漸漸長大 你還記得自己三歲的時候在做什麼呢 玩玩具還是拿著畫筆隨意塗鴉呢 還有在九歲的時候你又在做什麼呢 我是三歲的時候就開始在玩化妝品 然後玩完完覺得有興趣才開始對這一行 想要有更深的知識 她叫慧英 三歲的時候玩具是化妝品 當時就喜歡幫媽媽化妝 九歲的時候就考到了美容師的國際證照 最喜歡把人的臉當畫布 那慧英到底有什麼能耐呢 一起來聽聽她的故事吧 這個是腮紅 眼影 這三隻是眼線鼻 眼影膏 亮粉 我自己敲燈 慧英說不只是化妝品 從小全家人都是她的玩具 每個人的臉孔都是她的畫布 臉上經常出現奇怪的妝 結果她對繪畫也有興趣 房間裡有很多她的油畫作品喔 而對於化妝會產生興趣的原因 是因為她的媽媽是專業化妝師 從小就耳濡目染 但媽媽說她有用了一點點的小技巧喔 是有心要叫她長大做這個 可是要用一點心機 就故意丟一些彩妝在她周圍 她剛剛說她張開眼睛 地上啊床頭書桌都會有這些東西 折斷了玩壞也沒關係 不可能罵她的 因為一盒幾千塊可以以後變不得了 彩妝師也投資夠本 因為她有興趣 她就看到顏色鮮豔 她就很興奮 所以她用雖然蠻大膽的 她畫出來的東西 她自己常常覺得很好看 可是別人都覺得好奇怪 畫的過程 常常覺得很好看 別人覺得很奇怪 她畫的過程就是我形容的 就是過程很驚險 驚險就是她會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弄 怕說等一下是不是畫的很醜 這麼多顏色 然後結果一呈現 客人都會很死怪 覺得 畫好出來的效果又很美 可是那個過程是蠻驚險的 其實婚姻像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身邊的朋友啊 都不知道她身懷絕境呢 那時候她請我 請我幫她轉達 跟老師講她要請教 那時候才知道她要去國外比賽 在家化妝 那時候才知道她會化妝 平常學家都不跟我們講話 不會跟我們聊化妝事 可是她突然就 突然就散電視 覺得一直在念 然後也覺得 她很厲害竟然可以進入 誒 發生什麼事了 不是在幫媽媽化妝嗎 慧姻怎麼突然難過起來了 因為她就是覺得 她的那個妝這種妝要乾淨 可是剛剛擦太多變了 所以有一點鑽石黏上去 然後她這是膠 膠的部分 所以要卸 卸很麻煩 她可能覺得時間 會浪費 會浪費 因為拍一整天了 原來慧姻隊不能幫媽媽 畫上乾淨漂亮的眼影妝 一點點瑕疵 就讓她覺得自己做不好 於是難過了起來 太高興 太高興在國外 但是 隨後她擦乾眼淚 馬上又打起精神 因為她曾經在11歲時 得到澳門國際美容大賽的 新娘彩妝優勝 今年準備要參加在 韓國舉辦的國際彩妝比賽 現在正在加緊練習哦 嗯 真的有她堅持 跟自我要求的做事風格 不要做的太誇張 帶過去一下 這個主題是 要練她的 設計的彩妝流線的線條 她比較就是 會多出自己 對 她會比較 會想要去 多學一些東西 我一直覺得她膽子很大 因為她還這麼小 她就敢站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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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喜歡夾睫毛 對 經過慧英的創意與雙手 真的讓她在人的臉孔 這張畫布上揮灑自如耶 你也跟慧英一樣想成為彩妝師嗎 來聽聽慧英有什麼建議吧 你對化妝有興趣嗎 因為如果對化妝沒有那份熱情的話 那你畫可能會畫到一半 就會覺得想放棄 沒錯 興趣是學習的起源 也是持續的動力喔 從小就喜歡幫人化妝的揮英 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你對什麼事物有興趣的話 伸出你的雙手 踏出你的雙腳 開始進行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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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